让北宋头疼不已的契丹是今天的哪个民族呢 说出来你可能不相信 契丹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相当出名的民族 但是我们从今天的56个民族当中已经看不到他的名字 契丹人不但建立过属于自己的国家疗潮 还创造出了属于自己的文字 从疗国灭亡至今 历史的车轮已经走过了一千多个春秋 实际上契丹人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 只不过岁月蹉跎 他们以一种崭新的面孔出现在我们的面前 下面我们就一起捋一捋契丹这个民族的来龙去脉 唐朝初年大唐北伐突厥 此时草原上八个有血缘关系 但却没有形成统一领导的部落 俗称契丹八部 趁机发展壮大起来 即使如此 面对强大的大唐帝国 他们仍是小菜一碟 但是二十之乱的爆发 打破了大唐帝国的持续强大 这给其他的发展带来了契机 公元九一六年 耶律阿宝基登基成帝 正式建立其丹国 其丹国每时每刻都在盘算着如何问鼎中原 二十之乱后 大唐出现了宦官干政 导致中央和地方对立大唐国运一落千丈 到了唐锡宗年间 盛世浩大的皇朝起义爆发 又进一步加剧了地方藩镇的割据 玄武节度使驻歪 瞅转时机 趁机给唐自立建立了后良政权 其他节度使于是翻翻照葫芦画瓢 自立门户 动荡不安的武代师国 正式在中华大地上拉开帷幕 其丹在后进皇帝使径堂的邀请下 先是出兵占据了幽云十六州 改国号为大辽 随后便开启了万鼎中原的进攻模式 面对势如破竹的其丹强大骑兵 以步兵为主的后汉后州 北宋军队翻翻败下阵来 到了宋真宗时期 名向扣转几乎是松永家胁迫 让真宗皇帝跟其丹签署了残缘之盟 两国皇帝结尾哥俩 北宋每年对辽国进一共大量的碎币来买平安 北宋中文义武 虽然武力不打地 但是商业却极为发达 区区几个碎币对北宋来说 简直就是九牛一毛 就这样两国相安无事的持续了一百多年 在这期间大辽不断的向西北扩张 同时创造了属于自己的七单文字 今天的俄罗斯人称呼我们中国人为七单 就是从这儿来的 当然这是他们的误解 公元一二五年 女真人与北宋联署灭掉了大辽 亡国后的辽国百姓 一部分投降了宋朝 一部分投降了女人 一部分跟着耶律大使 在西域建立了一个新的国家 西辽在中原地区灭掉辽国的女真国 一步做二不休 骑兵一路南下直到北宋汴梁 不但俘虏了北宋皇帝 各是把战线推移到了长江一线 最终以长江为界 金国与南宋形成了不平衡的所谓对峙 到了成吉思汗灭进的时候 宋朝境内的七单人纷纷投到了蒙古军中 成为成吉思汗大军的一部分 慢慢的他们养成了蒙古人的生活习惯 逐渐被同化 蒙古铁骑所向披靡 西辽自然逃脱不了被成吉思汗灭亡的命运 而后成吉思汗建立了复原辽阔的大蒙古国 在他的帝国管辖之下 有蒙古人 七单人 女真人 汉人和维吾尔人 以及大大小小的其他民族 伴随着蒙古铁骑的西真和南下 各民族逐渐失去了各自的信仰和风俗 逐步的相互同化最终融合在了一起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 那个曾经令北宋头疼不已的七单民族 终于消失在了历史的长廊中 今天人们通过DNA检验 发现生活在我国东北地区的 达瓜尔族竟然是七单族的后裔 并且他们保留了七单民族的大部分生活习惯和特征 至此消失了几百年的七单族再次重见天日 并且以崭新的面目回到了我们这个多民族的大家庭之中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儿 我是帖瓜 感谢大神的关注点赞和转发我们 下期视频见